走下去 請坐 各位學員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你們如果有走 我希望你們去拍一張走 看你們的面容 那個面穿著什麼 後來要下課以前 你還會拍一張照看你的面穿著什麼 我跟你們保證絕對會不一樣 來 我問一個問題 你是台灣人的請你拿手 你如果台灣 你是台灣人的 如果中國人的請你拿手 沒有中國人 我覺得你騙 我說你是中國人 你不要相信 你不要證明說你是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說你是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 生命證 好來 來看生命證 來 來來來來來 看啊看啊 身份證還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給我看生證 生命證給我看一下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有啊 中華民國是怎麼叫台灣 不是呢 你都百二嘛 對不對 你不是中國人 中華民國 簡稱中國嘛 那不是 是嘛 所以 你說你是身份證可以證明你是台灣人 破功了嘛 再來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國民的 你有去投票嗎 你有投票嗎 你有投票過的 你都違法我告訴你 有一次你怎麼證明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是你的呢 我告訴你 我說你是老爺 你讓做記憶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 囚犯喔 讓你證明 有沒有 你在電視都有看到嗎 啊囚犯有沒有 還是做老爺 頭前要戴一個牌子有沒有 有沒有 啊那個牌子什麼 一個火罵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 你的身份證也可以戴牌子 你知道嗎 你說沒有啊 哪有 三藏起來也沒有啊 哪有 我告訴你 他給你戴著 戴著你的身份證上面 你的身份證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架兵 我給你看一個圓框 你知道嗎 你回去給自己看 那個地方有什麼 有你的火罵呢 那火罵你不知道呢 有的人會出事 什麼身份證 跟他人過身去遺跡了 他都不知道說 他叫做記憶 說他是老爺 你說你不是老爺 不是老爺 中國人都不是老爺 中國人那個火罵都是00開始 00 台灣人 絕對是01到09 是不是 10 11 12都有可能 只有00的 是他們中國人 所以他們中國人要去榮總看邊 他們中國人要去拿柚子 農民旗 他們中國人 可以住在他的所謂的眷村 當中國帶少年母回來 母 他如果聰明 我們還要是一世人的少年母 你都不知道呢 我說你做努力 你自己搞不清楚呢 好 好 現在市民旗已經破光了 你不能認為說你是台灣人 還要用柱子證明 護照 你有護照嗎 有護照嗎 有護照嗎 你有護照嗎 都不敢騙 台灣人的個性 都是機械派 別人騙 他才要騙 別人都不會騙 他怕不對 你要擔心 我不會幫你路照 你看護照 護照他什麼 中華民國 有嘛 你別字嘛 中華民國 英語就是reperbberchain 有嘛 有人說等一下 好像有台灣 有嘛 台灣 這是什麼人家加起來,阿扁 阿扁是多了,加一個台灣人,台灣人就會飛去 你明明那是中華美國,沒有,你又兵開 他負責是什麼,中華美國reperable chain 中華美國的負責,不是台灣護照 你不要證明你是台灣人嗎? 沒有,你真沒辦法 好,我們很簡單,沒有你用的字是什麼字 叫做新台幣 來你看新台幣什麼 你都有嗎 有嘛來你看 新台幣什麼 什麼中華民國 你新府定 所有的東西都是什麼 中華民國啦 不像什麼台灣人 和銅板 那一塊的銅板就是什麼中華民國 你看有啊 你過去你可能都 你多這麼多人一世人 你可能都沒有搞清楚說你什麼人 啊就是他們中國人 他中華民國的人 就是願意說你每天 迷迷糊糊在過日期啦 啊所以你要證明你是台灣人要怎樣 福加代咧 我們台灣民政府台灣政府 兩千空兩年十個日期去顧米國 顧米國的時候 那個索爭啊 上去發營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美國國民阿講 那個善意說 China 國家免數國家免 urban 就國家 takes favor 等一等 稍等一下啊 我早就知道 他說他會用的奧伯 我們國家免 artificial 要чив part 在那裡裡有了 你要去顧他的國家 但是有一點勝利 他就是他的漏洞 什麼漏洞 人權 美国的憲法来说他是人权立国的国家 所以你美国今天你美国的军事这么招待台湾 我台湾人没人权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告 所以我用人权的问题来控告美国 所以美国的换衣 跟郭文怡说 等一下 人不是你给你告什么事情 人是你告说 人权没有受到保障 你必须到法院来回答 所以国务院心不甘情不愿来回答 他没想到说 来回十二次叫我拍到咪咪咪咪 他所说的每一条就倒 这样我有努力吗 但是我努力 不是我 是我们每个人做的 因为我带了两百七十八的人 不是只有我一个 所以这个说就是那两百七十八 因为那两百七十八都有到出钱 那你跟拍手才对 我拍手比较大 他比较小 这样不对 再一次 人出钱 人出钱 你们知道坐两天 跟他摆一摆拍手 不然我也买 我不用出钱 对不对 所以你们今天在这上海很好玩 你没出钱 我也没给你管钱 也没给你没款 有没款给我们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 请你搶手 没有嘛 你如果有没款一颗 我们费你一页 到今天为止 台湾全台湾 我们都不跟没款 有没有 报纸在里面有吗 都不用钱了 这样要拍手 你们拍手是什么意思 你们拍手是什么意思 鼓勒 鼓勒 好 把人出钱 你也能拍手 这是台湾人的个性 来 各位看 你本土台湾人 你没做证明都是台湾人 你是全世界 去到台湾的公司都不通 在全世界都会让人看不去 因为你说你中华民国 先说中华民国 会让人看不去 给你看勤 来 第十四世界台湾人 台湾有参加要搶手 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请举手 没有参加的请举手 没有 没搶手 你们都不好玩 对不对都要搶手 好吗 台湾有参加要搶你搶手 第十四世界台湾人 没参加要搶你搶手 多人来 台湾人要搶楼坑 那个在日本的全国身材 三万九千一百英年会搶 第十四世界台湾人 他们搶台湾人 搶日本行动搶 搶日本人搶搶搶搶搶搶 整个日本人 会任意把他放在中国身上 搶到买 你搶他搶手 没搶手 各位 有签了 什么人来包吵台湾 是日本的搶手 美国的搶手 这就稍微知道了 有人没搶手呢 美国给你签 美国给你包吵 奇怪呢 我们通常总理有说呢 美国轟炸台湾呢 美国轟炸台湾 中华民国来给你签名 中华民国说一句话 他说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台湾被日本怯战五十年 我们终于光复了台湾呢 我们终于光复了台湾呢 很奇怪 中华民国不敢来打 红杂台湾 你光复台湾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台湾 怎么没有参与呢 台湾没有参与 因为你没有出生 你没有出生 但是你的父母 你的阿公阿嬷都没有参加呢 只要去旅行就走世了 又没有参加 所以台湾人很高兴的 不是你去参加 你死没中就是没参加 对不对 高兴啦 台湾人啊 你还要清楚 第二次世界战争 我们有参加啦 我们是真的建树 但刚才我们建树 是什么 日本恒隆 1941年 12月催促 去给他红杂 珍珠港 你不记得 所有全世界只有我们 我们黄金人的台湾人 日本人 当然你知道你是日本人吗 日本人去打去跟美国的珍珠港 那白人走到不是 走到走到走 所以美国的国会 你走到建树这个地方 你走到台湾人 因为 他很怕 你也打起来 不得了 因为 我们不怕 我们很怕死 我们不怕死 因为 因为我们会去奉承 美国的珍珠港 所有全世界 黄金人 北珍人 黑人 都没关系 只有我们 日本台湾人 抬去跟珍珠港的美国人 各位 这样有值得骄傲吗 有 有 真的值得骄傲吗 但是因为国民党来的时候 把你用一套 建树的东西给你听 你就打起来 光复 你建树要不要光复一下 台湾打败仗啊 为什么有光复 向珍珠港 有什么人珍珠港 应该照着你来说 古金山和平 珍珠港台湾是美国的 中华民国人 因为1945年 九月切日 麦卡舍有一个一般命令 第一号 里面的规定 集会就集团 代替民君 来台湾接受日本人的投行 接受日本人的投行 就是包括我们 我们向麦卡舍的投行 不是麦卡舍的投行 我们是向民君投行 你会记得民君投行的时候 中山座 公会堂 在这里挂四个旗 看那些投片出来 有美国旗 中华民国的旗 苏联的旗 还有英国旗 市民 所以不是向秋街 就是投行 是向什么投行 向民君投行 你有看到没有 在这里 这是公会堂 就是今天在中山座 你知道外面 外面是什么 他说台湾江湖 他说台湾江湖 你看看 我相信这台湾 你过去你看 都青菜看看 这台湾是彩虹的 你靠本来 你路边用黑白给你看 黑白你就看不见 你看 你眼睛较来 你自己看 这台湾有很奇怪的地方 那里还有一个美国旗 这里也有一支美国旗 上面也有一支美国旗 三支美国旗 你有看到吗 你说台湾江湖 台湾江湖 上面看美国旗 这张桌 你以前要看不 抗粉有 有看过牙手 有看过 你那时候有看到美国旗的牙手 都没有 你看 你看奇怪 便宝一张桌 让你看 你看不到 台湾人 目标到什么 我没说 你自己说就好了 你看台湾人有严重吗 那如果你看到 你也搞不清楚 啊 美国是蒙方嘛 所以掐他的旗 那蒙方 也不要掐英国旗 也不要掐苏联的旗 想要掐了中华民国 欸 美国的国旗 因為 美国是真的轟炸台湾 所以美国才有占领权力 中华民国只是代替美国 来占领台湾而已 这样而已 真正的历史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台湾人不知道 很可能 带下去 因为台湾人 你不知道 他那个牌坊上面给你带一下 你看 台湾港湾 旁边这些港湾 他知道 中国 建区 台湾姓 中国建区 你知道台湾是什么地方 太平洋 那是在世界他们的分子里面 台湾是属于太平洋战区 太平洋建区 不是中国建区 中国建区 中国建区是他们 中国那里面的部分 所以各位 尾头开始给你骗 骗很大 骗很大 那我们 偷偷偷 我们没有你研究 我说你没有研究 你不要相信 你这世人真的是 生活在迷迷糊糊之中 来 我告诉你 为什么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 你没有跟我辩论的余地 你先看 马冠条 你踏过马冠条 你踏过马冠条 踏过 踏过 好 来我听给你听 马冠条来说 他说 比较慢的 这么近就出来了 他就不怕手 你 马冠条 你跟他说 先说他的扩本 中华民国的扩本 跟你说什么 甲午战争 清朝 打败仗 将台湾澎 澎湖 割让给日本 抗本是不这样 你的抗本是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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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抗本也是不这样 你的抗本是不这样 但是你看看 实质上是什么 你看 这马冠条的原文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未定立合约 什么人跟什么人 皇帝对皇帝 有吗 皇帝对皇帝 这好像什么东西 两个大人 我跟总理 我一只签我没有总理 总理 级户啊 过后 变成他的 这家车的所有人 什么人 总理的 这有问题吗 没有 总理说 我现在母亲要来塞便入 我这家车来 帮我老婆去塞 可以吗 可以吗 老婆当然就好 他们老婆去塞到 不小心去塞到 要背 他们老婆说 我没钱 我将这家买买 来背你就好了 各位 总理的 要买这家车 如果可以 你去塞 你总统 不用背 不可以去塞 好 你认识 你没什么骗 因为这家车的收益 是什么 他们老婆的 所以他们老婆 如果没赌 他们老婆 如果没赌 你不可以卖 好 麻烦掉了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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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土地以后 将这些土地来交给政府 的收盛 去管 所以 首相 跟 天皇 是不一样的 两种 两个法人 不一样 我跟你说 你不一定听 你不一定相信 来 为什么我跟你说 皇帝和政府 是不一样的 你看 1945年 9月2号的投降书 大方下的书 投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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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本帝国派什么人 去做代表 派一个叫做 崇光溃 你先让 投降书的全文 出来 不然 你作弊 全文 让你看到 不知道有比较 白字黑字 来 投降书的全文 再来 崇光溃 来 崇光溃 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长 代表 他的代表 代表 他的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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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 天皇跟政府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日本天皇有這塊土地 跟日本政府是無關的 日本天皇有缺款 所以他才給政府去管理 政府有管轄權 所以各位 釣魚台 釣魚台就是間隔群島 西拉園為了釣魚台說三百位 這三百你聽好嗎 他這樣說 所以我跟他說 你報仇在廟棚 釣魚台 西拉園怎麼說 他說 間隔群島 這是釣魚台 管轄權是屬於日本政府的 至於 釣魚台的主權立場 美國不表態 再講一次 釣魚台的管轄權是屬於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對於 釣魚台的主權所屬 主權立場 美國不表態 為什麼 因為 在古金山河邊釣魚 第一條的米裡面 日本天皇的管理 它拒絕就是釣起來 這不是釣起來 它不能表態 所以主權的立場 釣魚台是什麼 日本天皇的 但是管轄權是在日本政府 這麼清楚 你看不見 你如果有託 建政法 你就看不見 你如果沒有託 你就看不見 那正在今 三百八百自己摸 所以 釣魚台什麼的 我經常 因為中華美國的外交部 有請我去了 大概一年多前 請我去兩次 他問說 林先生 我們知道你對這個建政法有研究 這釣魚台什麼的 我告訴你聽清楚 你不要只有聽我一半的話 我告訴你 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 但是台灣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我告訴你 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 但是管轄權是屬於台灣的 但是台灣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請問 釣魚台什麼的 日本的 什麼人要來避免都不可能 好 來 講到我們原來的 第一步 台灣到底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我們說台灣是日本切蛋台灣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沒有進去 什麼意思 我們不敢說 對不對 對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對不對 我們拿起來 拿起來 對不對 各位 政法當然是對 台灣剛開始的時候 第1895年4月17號 馬關條的那當時 政條可以從台灣來掛給日本天皇 因為台灣是殖民地 拓殖地 就是屬於清條的拓殖地 因為是拓殖地它才可以割讓 那尊是它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它就不可以割讓 因為國際法有說 藉口不能移鑽租款 流氓政府不能集的合法 因為台灣這個拓殖地 是它的拓殖地 所以才可以割讓 那世界最多有這種類 有 美國跟西班牙建政1898年 1899年簽了一個巴黎合約 西班牙將 布特里克 古巴 菲律賓和管道 割讓給美國 因為這四個島 這四個所在 是屬於殖民地 所以可以割讓 萬國公安裡面 有說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但是 殖民地 拓殖地可以割讓 所以它可以割讓 在馬關條裡面 它也有 青條也有將 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 但遼東半島是什麼 鳳天 鳳天 鳳天就是青條的發源地 所以德國 義大利跟蘇聯出來說 No 遼東半島是屬於青朝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年 你日本要割 所以那個 馬關條簽了的十天 日本天 又跟青條風地 又簽一個叫做 遼南條約 遼南條約在說什麼 遼東半島 割讓中國去 你就知道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但是 殖民地 拓殖地 可以割讓 好來 沒錯 台灣 所以現在 他中國常常說 以前常常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哪尊是神聖不可分割的人 他就不可以割讓 就是因為不是神聖不可分割 是青條的拓殖地和殖民地 所以才可以割讓 你要看 那當時 青條台灣的地圖 有什麼形 台灣的地圖 是什麼形 來 你要看 台灣 那當時 來 你有看 這是台灣的地圖 別看過他怕手 別看過他怕手 你都別看 所以 中國 國民黨的 台灣歷史 騙很大 這不是我的 那當時 他們那時候就在那裡 那是怎樣 很簡單 因為 台灣的 誒 假平這麼不合 假平有 對不對 怎麼不合 啊 國民黨跟你說 那當時 因為以前 所以這平 假平沾在那裡 我不要在那補菜 他們很會變 那當時 那人這樣變你也相信 假平是誰的 高砂族 高砂族 所以 他這個土地 來掛到日本田 日本田吃到 太多地方 你賣的時候 高砂族 一天才不敢 嚇去 摘去 倒菜圖 他撞不住 他奇怪 為什麼你高砂 怎麼會不聽我的話 這個 社會的 這個拓殖地 這個拓殖地 平的 中國人 跟台灣人 平常他們都台灣人 他就 沉浮於 日本的 統治 啊 啊 沉浮於日本的統治 這平 這平 日本人 這幾個來 1895年 這個土地 他拿到 1905年 他召開一個國際 研討會 討論說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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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砂族 這邊的土地 他是不是 一個國家 他如果是國家 他要信 他 如果不是國家 他就要他政府 要他賤 討論的結果 他叫美國 住在 澳門的一個參議 來開會 因為 為什麼叫美國 因為美國 他們 對 印第安 政府他們的紀錄 跟 政府他們的 紀錄 那個 理由 因為 印第安人 不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部落 所形成的 這個國際法 他用國際法 來 派台軍 為北部 打到南部 專門 把政府 為一統 所以台灣的主權 在1915年的時候 才真正正正由 日本天皇 建構了台灣的主權 所以主權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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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 台灣人要聽到 中國也要聽到 只要管轄而已 所以這兩個字 在1915年 這個土地 是變成日本天皇 他真正正正所領有 所以日本天皇 在1915年 這個土地 給他征服 一統 建構了台灣的主權 所以他後 在1922年的2月6號 有一個 華盛頓裁軍協定 第19條 正式承認 台灣 澎湖 是屬於日本天皇的土地 所以那時候開始 台灣才有一個主權 那個以前沒有 所以中國人 他說自貴以來 台灣是中國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糟糕 所以後來 我研究建政法 以後 我公佈很多文青 坦白說 他們中國人 兩千空七年 他也開始研究 南京軍區的司令員 委託武漢大學 叫全世界87個博士國際法 去研究 建政法 2009年出了一部分 2009年出了一部分 這部分 我有 我跟他研究 所研究的 和我研究的 特別說 大同小異 但是 獨特 那一部分 裡面 有一個部分 他沒有討論 什麼部分 台灣部分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說 台灣的部分 中國 共產黨 中共中央辦公廳 那些高幹 已經完全知道 台灣與中國 都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 中國他們的中央辦公廳 他們不要開過火 都害了 我們一天到 在那裡用民族主義 去夾 去煽動這個 中國人 台灣是中國 神聖報告分國 如果升級的時候 做人家就去打死 要開始改變 那個中國人 對台灣的觀點 所以 江澤民 胡錦濤的上半段 包括鄧小平 那時候他們一直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到 江澤 這個 胡錦濤 下半段 他就開始改變了 這不在三年前 中國人 從來 在中央 沒有再講過說 台灣是 中國 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要注意看 這位怎麼說 他說 台灣是中國的 核心利益 叫做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 跟神聖不可分割 是完全不一樣的 最明顯的 你看看我們家寶 我們家寶 一月份下來 要下來的以前 他對台灣的文告 他都說什麼 親愛的台灣 同胞們 有 現在說什麼 親愛的台灣 跟人民 同胞跟人民 是不一樣的 他怎麼說 日本同胞 不會 他怎麼說 日本人民 他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 從這裡 你從他們 政治上的 公圍裡面 你可以判斷的很清楚 所以你們看報索 要看比較內行 你沒有收過訊 你沒有看報索 所以標示說 中國已經很清楚 他開始 要將台灣跟中國切下去 就是他不能切太近了 切太近的時候 中國那些人會去盤 他以前說台灣是這樣的 現在怎麼不是 他就要慢慢交易 所以 為什麼台灣的地位在演變 要經過時間 因為台灣的問題很沉 你不要想說 你在這裡聽兩天前後 回來你都變壯觀 沒有錯 你兩天前後 他後 明明後 後來那兩天前後 你會對台灣的地位非常清楚 但是你還不是專家 這我會跟你說 你要買那本搜 新台灣論 不會是工商時間 但是 你買的搜的錢 不是平衡的 我先跟你說 因為以前印章的東西 都是用那些搜 會買的搜在他們的 如果有我們的 初期版國際版的人 一本是五百塊 如果要請你拿手 沒有啦 說價 我說工商時間 我是說你要去買那本搜 不然你看 你在這裡聽聽笑笑 回去賣掉了 你遇到問題 你那本 新台灣論 你去看 他翻就有了 大家的問題都有 那本搜 真的是 我用生命寫的 我兩天空四年 無眠無日 開始寫那本搜 那本搜 我相信 那本搜 他真的叫我們台灣 當然我剛開始 我沒想到要叫台灣 我是無意當去叫台灣 我是因為要拿 拿福祉 在日本的名城大學 唐的時候 因為唐建政外 比較簡單拿 怎麼說 就夠收 沒有人唐 唐建政外 沒辦法吃飯 全世界說你建政 怎麼沒有 沒有呢 所以唐建政外 還沒效 沒飯好吃 如果我由中國回來了 我想你們剛開始 是由電視電外 我說我是中國專家 不是啦 為中國逃跑專家 我在金門 逃跑回來 對吧 好 這先放在旁邊 台灣 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沒有不對 剛開始的時候 台灣確確實實 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但是日本不是切戰 我們要說一說 它是按照條約 你掛給它 它是合理合法合情 幫你提 這個地方 有關條約概念 我會跟你說一個事情 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寇本請說 蔣介石 廢棄的不平等條約 這樣有沒有偉大 很偉大 拿廢棄 各位 戰爭 發生以後 所簽的條約 沒有一個條約 是平等條約 不然你不要簽 所以條約 絕對是 不平等的 所以所有全世界 所有條約 都不平等 而且條約不能廢除 那條約不能廢除 像秘書 像你跟你們先生 還是你跟你們太太 會結婚證書可以廢除 那不可能 沒有 你要廢除 不能說 今天開始 我們廢除 那個婚姻 沒那麼簡單 對不對 有一個法律程序 所以 蔣介石 他說廢除不平等條約 那是跟你們騙的 他在製造英雄 來 先說到八年抗戰 中國哪有八年抗戰 沒有 中國人一直當時選擇 1941年的12月9號 1941年12月7號 日本天皇 奉扎金主港 12月8號 美國 國會宣戰 我不是說美國 美國宣戰 是美國國會宣戰 美國國會才有那個權利 1941年12月9號 蔣介石說他在重慶宣戰 我來戳破他的謊言 他那個政府 他說宣戰的證書在這裡 國民政府的宣戰 那個布告 來 那個宣戰 你看看 你看看 他這個布告 他選佈以後 日本人不回應 是怎樣 他是國民政府 什麼叫國民政府 你不是國家 國民政府 也不是中華民國 那當時的中國 有三個中華民國 三個中國 哪三個 第一個就是 在重慶 林申 各位 這個宣戰 那個宣戰的布告 這是什麼人 主席 林申 你知道蔣介石在做什麼 他有騎在那邊 我以前騎在那邊 我對日本宣戰 有嗎 臭皮他根本就沒有資格宣戰 主席才能宣戰啊 如果主席有公佈 那蔣介石做什麼 他要擺 擺在後面 擺在這個主席後面 擺第三項 第三項 第四項 什麼東西 行政院院長 主席就是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可以宣戰嗎 沒有大回事啦 行政院長沒有辦法宣戰 他怎麼說 他為了什麼 通理台灣 製造 他自己 好像很大 他怎麼很大 那時候三個中國 第一個就是 林申的國民政府 第二個是汪精會 南京 第三個是毛澤東 延安 所以那時候三個中國 日本說 稍等一下 你這個給我選擇 我要選擇嗎 你有代表中國 沒有嘛 所以是本人到現在 他的副本沒有幫你選擇 我沒有幫你中國戰爭 他是什麼 進出中國 我又出來 進出中國 符合事實 國際上要選擇 不是那麼簡單 選擇 就是什麼 時間 地點 時間 年月日 時間 幾點幾分 開始對你作戰 全面作戰 那就是宣戰 嚴格講起來 嚴格講起來 在國政外來說 中華民國 根本沒有對日本選擇 這就是事實 老婆 是因為 美國的關係 開羅宣言 1943年的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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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 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你想想看 那時候 美國英國 可以跟總結局說 如果戰爭以後 我將台灣這個土地 來行李 怎麼反 這什麼也不能移鑽出款 12月3號 台灣這個土地 確確實實 還是日本天皇的 殖民地 日本天皇很聰明 人家的國際法的專家 在他的旁邊 都有在教他 教他要怎麼做 所以1937年 一將台灣 實施皇民化 這是萬國公的規定 萬國公的規定 就是 台灣這個土地 所有人民 去學日本 生活習慣 跟日本 都要有一樣 所以一樣 一後 那個小朋友 可能要到旁邊去 好不好 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把他帶去旁邊 對不起 日本田農 實施皇民化 在1937年 1937年 的時候 要 讓我們台灣這些人可以改成名 讓我們學日本的習慣 學日本學 讀書 開始用日本拿 所以1945年的4月1號 非常重要 1945年的4月1號 你要看這個有什麼 有一個市政開始了 市政就是開始在台灣統治 1995年的6月17日 這是6月17日 內地延伸呢 內地延伸就是開始統化 統化是1915年 1915年 因為整個台灣這個島 把主權建構了 建構以後 他就開始從台灣開始統化 因為他日本天皇的土地 就開始統化 所以叫做內地延伸 所以193千年到1945年 開始什麼 開始是不是方便化 所以我相信你們這個 我保護的 我的老婆 老婆 阿公 阿嬤 有的人有改選了 但是在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的教書 就是要求在台灣這個土地 實施民治憲法 民治憲法一實施 萬國國的規定 就是說 這些土地的老百姓 開始有參加政治 參政權跟參戰權 參戰權就是說可以去建政 代表日本軍隊 參政權就是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來代表台灣人去日本開會 參加政治 所以這個土地在萬國國法的規定 這個土地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所以這個土地 日本天皇叫台灣人 因為 變成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就是建筆 在國際法的規定 占領不能移民主權的規定之下 這個土地 陰陰彎彎彎 不會讓中國拿去 那你開心嗎 那你開心嗎 只說這裡 你如果有記起來 你回去 你就去那邊炒肥了 現在 中華民國這些 所有的國際法 都特價 怎麼說 他不知道建政法 他不知道建政法 他就變成什麼 要說到台灣的地位 論述 他都經他教他 其實我說的東西 我沒有創造 我所講的東西 就是本來有在那個地方 只不過是那個人沒有讀書 讀書不經 像我就跟你跟你說 那個土地你看 你也沒有看 明明是美國的國際在那裡 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來 我說1945年4月1號 台灣這個土地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一部分 我證明給你看 好嗎 一定會 不然我沒有證明 我在這裡講的 你們說我跟你炒肥 拜託要關機 要關機還是 振動 來 你看看 我看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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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unces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這是日本什麼意思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Renunce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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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們大家都在各個英語 對吧 在各個英語的英語 你不要走這樣 OALL的後面要講什麼 S對不對 對不對 AL是全部嘛 全部的後面一人負數 All Rights Title,Estatus,Claims 有嗎 這有怕嗎 啊,東西閉不對 不是 不是 所以在 1963年 那時候 吉田茂就是 簽這個古今朝負平 抓那個人 他寫一本去 2003人 我日本政府 沒有放棄台灣主權 我只是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Right of sovereignty 來,你看看這 看這個東西 了 我說 不是三天兩天 還來看一個東西 1967年的 理會七十 義大利條約 日本 義大利也參加建政 你會叫什麼 來 義大利條約 什麼 這義大利合約 巴黎合約 1947年 2月10號 等23條 23條 什麼 義大利 Renunces 放棄 All Rights and Title 2 後面那邊看 索馬利亞 義大利對他的殖民地 索馬利亞 放棄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Right 一個叫做Title 跟 古今朝負平條 日本政府放棄的東西 有三個對不對 Right Title跟Claim 有沒有 這兩個 為什麼少一個東西 什麼叫做Claim Claim就是主張 領土的主張 就是說這個土地 已經為殖民地 變成是本天皇的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了 所以台灣 從那個時候開始 1945年4月 你本天皇的交所 廣播以後 台灣這塊土地 已經完全變成日本天皇的 神聖不可分割 所以在這各位 我們當中是本人 沒有錯 是大日本國的日本人 所以美國的法國才跟你說 你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是因為 古今朝負平條的第一條的米 日本天皇的管理 叫他選擇起來 所以有一天 日本天皇 重新任命總督的時候 人任命台灣的總督 第一天 他任命 台灣人所有的國籍 馬上撲出來 叫做大日本國 大日本國 但大日本國 和現在的日本國有一樣嗎 完全沒有一樣 現在的日本國是什麼 是明治憲法 麥克阿瑟 來修改第四條和第九條 所以已經是一個新的日本國家 我們是大日本國 同時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新民 大臣的臣民 但是現主席的日本人 因為受到憲法 第四條和第九條 他現在變成日本天皇國民 國民更大 臣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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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年八月十五 日本的政國政策要邀請 日本來嫁 跟我們台灣政府來嫁 共同去參拜 政國神社 我跟他問一個問題 誰要站在頭上 對嘛 你就知道嘛 所以日本人嚇一跳 我日本人站在頭上 我民主要退 所以他開始要受到憲法 安倍退這樣掉 他會過嗎 他會過 他如果過 兩個臣民 他很會騎 你騎早 我騎左邊 那不然我一定要站在頭上 身邊更大對不對 這樣我們有穿嗎 有 不好意思 所以我跟你說 有特色有效 沒有特色就去給他 對不對 但我們台灣人頭怎麼吃得好 各位你會怎麼想 你頭怎麼吃得好 你如果鐵柵回去 你可以炒肥 我幫你教一個 比喊給你幹 好嗎 日本團的國籍是什麼 日本團的國籍 日本團的國籍 日本團的國籍是 日本籍的牽手 日本團的國籍是 日本籍的 美國會牽手 你不想牽手什麼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牽手 你科技也可以賀皮膚 酸科技ABC就賀皮膚 如果賀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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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分就對了 日本團的國籍跟我們一樣 國籍是什麼 沒有國籍 這不是美國 剛才國籍 我們沒有國籍 日本團團也沒有國籍 為什麼日本團團也沒有國籍 因為日本天皇 不必效忠任何人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所以他沒有國籍 所以日本團團不國籍 日本團團的小孩也沒有國籍 所以他們的小孩就要隔離 給日本人 還是帶日本人 因為他隔離的人 還是他帶的人 是日本國籍 才變成日本國籍 我們台灣人沒有國籍 所以日本人來 我跟他開玩笑 我吃豆腐 我跟他說 我看到我 你要走你 我說為什麼跟你走你 我跟日本團團一樣 我跟日本團團一樣 我跟他講 你風族 我跟他差不多 我跟日本團團沒有國籍 我也沒有國籍 我們兩個是同樣在天國 所以你這點黑的回去 你跟所有的 都開玩笑 這樣一千 你來這邊 來收這份 有價錢 我跟他講 你現在看 你只剩下 你回去 那個中華民眾 那個國籍 大家給你剩下 我跟你說 三個黑白目 一頂 台灣是很可憐 但是台灣這個地位很親 這台灣的地位 現在你知道是日本團團的 美國軍事 還沒結束 想還沒結束 你看現場 很多 二千九十年的 我們去美國開這個集會 開這個集會 美國國安宮送我們兩粒 那兩粒就給我出來 如果說 他給我什麼人 當然啦 我沒有去 因為我沒有負責 我沒有護照 因為我不是中國美國的人 我代替大家的人 證明說 我沒有國籍 所以我不去 所以有一天我發到美國 我讓你關這麼久了 你美國你 你占領留給的時候 你就發美國的 琉球 民政府的 旅行證件 你不用發給我嗎 所以他現在回答說 我們已經排入程序 不久的將來 我們都會得到 美國 台灣民政府的 旅行證件 好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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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拿民政府的 護照 旅行證件 你必須有 台灣政府所發行的 台灣身份證 你拿那個身份證 就可以請到 旅行證件 還沒請的 比較近的 我沒有跟你騙 來 那兩粒 美國送的那兩粒 來好出來 來 他可以跟你請日子 我告訴你 旅行證件 台灣的 主權 屬於 那兩隻天鵝的 是不是 不是 台灣的主權屬於什麼 住在這裡 那間房子的人 那個老闆 這個房子的人 什麼人 日本天皇 你調好 日本天皇 所以 我看人家 我就說 這樣對了 美國 就是跟我們說 美國 對台灣的地位 他都不會跟你說 他都自己暗示 跟你說 那說這 這個人 這個人做 十一月初日 前的 國防部部長 潘內達 一隻雞 紅的那隻 來給我們 那隻是什麼 美國海軍陸戰的雞 所以還叫一句話 As you wish 如你們所願 所以各位 今年裡面 美國海軍陸戰的 會不會 11月2號 也很奇怪 有很多個都在2號發生 例如 2008年的2月2號 台灣民政府成立 你不用給我拍手嗎 那是你們的 2013年去年 4月2號 整幾天 我們正式介入 解救陳水扁先生 也是4月2號 你不要給他叫 你不要叫 你都要叫 我知道啊 如果我們以前沒有出門 每天我都接著電話 唉唷 你台灣民眾當時 要來叫阿扁 我說 比較慢 我們現在沒有慢 因為我已經得到 跟美國已經說差不多了 我們開始介入 三個月到六個月裡面 阿扁會給他叫去美國 這樣好不好 好 上課我就不要說了 因為有一些事情 我上課能夠講 上課不能講 我跟你說 我們在這裡上 我們很公開 在電視地域 這是向全世界轉播 每一次我在上課 每一次喔 現在都有20幾萬人 同時上網 所以變成說 你如果在電視地看 我講的 我講一句話 要經過幾個月 好幾秒 但是你如果看重播 就不會 所以我把電視 在電視邊的人 說說 就是說 你可以看重播 你不一定要卡在這個視線 看 我們現在 每一次都有20幾萬人 在看 不是只有他們在看 我告訴你 中國也你看 日本也你看 美國也你看 尤其是美國的 國防部 國安 社會都你看 我們有一次 國際班 三百幾的人 大鄉有那麼多人 到時候坐不下 只有用兩間到時候 用這間跟那邊那間 禮拜五馬上分隊之後 禮拜六早上 我就接到電話 Roger 用視訊是不通的 我們不承認 我說等一下 你們沒有講 這次要通融 所以我們在 上期的12期的時候 我們就分成兩個教室 而且每一個教室 都要實況轉播 所以美國 我們在習慣 美國是很重視這個 我們在訓練四千名 他高級的行政人員 來接政策 為什麼要分成四千名 因為 當年1945年的時候 當年來台灣 帶一千名的人來 他那人做一個 叫做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六百萬的台灣人 他一千名來管 連小學畢業都可以做我們的校長 其實他們的程度很低 他就沒訓練的人 他就去買那個水龍頭回來 說 那個牆壁就說 怎麼沒水 所以拿錢 那人打那個鑑馬店 那個五金行的那個老闆 你就是詐騙集團 你拿那個 我倒在沒水 他不知道後面要倒水共 總共那些文化 說來關我們 那些人 那些人的生活 最近跟他差很多 到現在也差很多 共產黨是 差不多三趴到五趴的人 有時候出了都 三趴到幾趴去 所以你不能去騙他們 那些 你如果國際幫我才來 跟我們中國國情 聽到你會很安心 不用煩惱中國 那無效 真的無效 來 我們是由這禮拜開始 政策介入這個鑑水扁 我沒有什麼鑑水扁總統 因為中國民國不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不是中國人 但是你都共議了 所以 在這四千名一 我們有四十一萬分的 台灣公民權力法案底下的 台灣政府所發行的 台灣公民身份證 為什麼四十一萬 怎麼要四十二萬還是四十萬 四十一萬是委對什麼 因為台灣這個土地有兩種人 一種是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差不多三百萬 兩千三百萬靠上三百萬 剩哪一種 兩千萬 兩千萬裡面有一半 因為說我是台灣人 那也是中國人的 那把它貼貼掉 剩一千萬 本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在美國的英語說什麼 the people of Taiwan 台灣關係法 你自己說 the people on Taiwan 你看看 美國也是很夭壽的 the people of Taiwan 怎麼翻譯 台灣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怎麼翻譯 台灣人 你分不清嘛 他有模糊政策 但是呢 我算英語不錯 他誰誰我都看得到 但你都看不到 那些投票數的也沒辦法看 我說你不要英語的騎手 現在都不要騎 不要英語的騎手 拜託你有投票數 有喔 我問你 看你看英文好不好 好不好 很簡單嘛 Chinese Chinese 什麼意思 中國還是中華 中國的請舉手 要騎 要騎 這很簡單 中國 中華的騎手 中華的騎手 一個而已 我抱歉 來 台北 台北 知道要騎手 這都知道 好來 Chinese 台北什麼意思 是中國 台北的請舉手 中華 台北的請舉手 中國 台北的舉手 中華 台北的舉手 台灣的請舉手 你都學會說 Chinese 台北 你都會說中國 台北 台灣差在哪裡 你都自己 以為 我叫他 這樣 這樣我有可能嗎 我跟你說 選擇對阿 你不知道 好啊 不知道 想說台灣 就覺得不對阿 因為你Chinese 明明那個字 就是中國 台北 台北 就是台北 各位 真真正的 Chinese 台北的意思 什麼意思 大家看一下 蔡英文說 流亡政府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在引台北 中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全世界都知道 跟我們在台灣 不知道 請你去台北 就說台灣 明明就是 沒什麼台灣人 就說去台灣 中國 流亡政府 在台灣 1949年 12月3號 遷租台北 為什麼不要講說 遷租台灣 因為國際法 有說 流亡就是 離開 他自己的土地 走來外面 可以讓一個 神奇 所以當時 法國 第二世界都在 德國 遷租 走去 倫敦 他叫做French London 法國 流亡政府 在倫敦 比利時 流亡到倫敦 比利軍 倫敦 比利時 流亡政府 在倫敦 Korea 流亡在上海 Korea 提北 在那些 德蘭沙 在印度的德蘭沙 那是一個神奇 所以各位 中國 台北就是 中華民國 流亡在台灣的一個 名稱 全世界都知道 像你台灣人 傻腿的 國際法 Pox 不是很多嗎 對不對 自己 變 要變什麼 你自己去查資點 自己去查 Google 這麼清楚的東西 然後你變 台灣的地方很平常 所以兩星期前 野球比賽 野球棒球比賽 野球比賽 我們賤贏 賤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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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都賤贏 賤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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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賤贏 賤贏 我跟妳講 那天剛才是 是 賤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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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隊 中國 流氧政府 在台北 利用我們台灣人 當傭兵 打仗 打輸了應該就賤 我們賤贏 我們賤贏 我們是日本人 無關理由 要做日本人 不要做日本人 都一樣 法理總是日本人 你要 你怎麼可以 逛你的老婆 我老婆生怎麼沒有演奏 我沒有 我來換一下 我老婆太散了 我去逛郭台銘 那不行 不行 你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什麼人把你生出來 他就在外面了 你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台灣的地位 很清楚 但是我們外面 台灣人 嗡嗡嗡嗡 見面就說要獨立 要怎麼獨立 要公道 要怎麼公道 台灣兩種人 一種是奔討台灣人 另外一種是劉王仔 台灣的中國人 你要聽什麼 要聽什麼 要聽什麼 有清楚嗎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任何的國際組織啊 但是 我說一個好小就給你知道 四月二五 我們在美國要開一個記者會 台灣政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 我們已經成立了 現在我們要加入國際社會 以前 你就希望說台灣這兩天可以出現 都沒辦法出現對不對 但是現在 開始要出現了 中華民國 如果在美國 在全世界 加國說 他是台灣政府 我就搞 什麼人都一樣 如果加國說 他是台灣政府 我就搞 因為全世界 應該不可能有兩個台灣政府 我們是儒假包含的台灣政府 對不對 對 各位 你如果受過國際班 當然現在是特級班 國際班的時候 你有一個庇業證書 那庇業證書 就是 終身公務人員的任用證書 國際班庇業之後 你在外面 你可以自稱 你自己說 我代表台灣政府 因為你是行政人員 你就有資格 但是 初級班 不好意思 可以送你一個美國國際 那是美國規定的 所以我們受分的人 不是今天明天送你 明天我送你還是違法 到第三天 早上七點半 我代表美國政府 送你一個美國的國旗 聽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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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用 帝國喔 因為美國很切 我們台灣人 用帝國給他們 掛國旗 我們 當然啦 我們高山座都會抗議 高山座說 我們用竹竿是最神聖的 我不知道是有什麼 我還沒有探聽 那高山座有跟我講說 竹竿 我們用竹竿是最神聖的 不知道是有沒有騙我 我不知道啦 但是美國的規定 一定要用旗竿 那旗竿呢 你自己家裡有旗竿可以 那不然你要在那裡買 那是我們的第二屆 學員有那個老櫻桃 你看喔 這個 這幾尾不能賣 這些都是重的 但是 我們現在你賣的是 第二屆學員自己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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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支是四百塊 那我沒辦法送你 但是美國國旗 你拿回去 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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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支 沒關係 拿來 免費又換一人 一分給你 這樣聽到嗎 所以美國國旗是 可以使用一輩子 這樣開心嗎 這樣抱著 這樣抱著 抱著 那一支在那裡 三百 你如果一禮拜 把他掛一支派去 在那裡 終身免費 但你不能真的把他終身免費 我可以跟你說 要真的是掛出來 好 這支派到三年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土地主權 是一本天 但是 現在是美國軍事政府 這是歐巴馬是代表 占領 占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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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領者是為 從剛才開始 這樣 全傳傳傳到今天 由歐巴馬總統 所以你看看 中華美國總統 如果要就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 美國總統的賀電 他就沒有辦法就職 你有看到嗎 最重要的是阿扁 阿扁那時候 第一次選調的時候 算好玩 三腳都 三腳你聽懂嗎 三個人競爭嘛 不讓他調 他說 不然我調 不然你是要怎樣 他就調了嘛 他叫我關係 你是台灣人 你是比善你才 你建政失敗的人 趕快去叫他建政 建議的人 去做他的總統 我告訴你 對他們來說是莫大的侮辱 所以你給他關係 我告訴你 他會跟他關係 我沒辦法 我們如果沒有出手 我們台灣政府 如果沒有這個補助 都不會出手 他會跟他關係 我四年前 我就說 當然不是 我講的 是美國優勤 跟他講 他會跟他關係 但是現在 情況不一樣 我們台灣政府 代表奔討台灣人民出手 離美國要再去美國 有水無水 我們不管 那是離美國的事情 但是他在台灣 就不應該 所以第二次 那時候 他兩顆請起 有很多同情票 還回到他 他還贏兩千幾票 這有夠好運 大家的好運 好運 放棄了 當然 現在這個事情 我們在這禮拜開始 我們正式介入 所以你看 我們一個介入 所有台灣的 國牌裡面 現在民進黨的 中央黨部 他也同意說 要求他 我們如果不可以報仇 他不會求 我們他回到哪裡 就 他們 很多人都起來 包括國民黨 我們台灣政府 在這裡選佈 後面都在座 他們知道 我們跟美國有聯絡 他們很清楚 所以你們來在這裡 你受訓 不是我們 叫他幾個 清清菜菜來這裡 說一些清菜的話 沒有 我們是跟美國 優勳談議 說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有法例 所以有的人會說 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奇怪 美國怎麼都要跟你們說 都不會跟我們說 很簡單 你的法理錯誤 你法例不對 我們就知道 這個人就生辯 生辯到台灣的地位 那就不用他 台灣的地位 大家都說好 就是這個 免免 照這個 下去走就好了 所以 台灣真正的地位 就是日暑美戰 熟悉本田龍 但是美國軍事政府 占領 美國占領 但是要結束 我們台灣政府 進政的時候 就會結束 但是我們台灣政府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好嗎 好了 好了 喔 真敢說 真敢說 好了 美國說 我馬英雄 我要解決馬英雄 很簡單 不是說把他槍斃 要解決中華民國很簡單 五分鐘來就解決了 要怎麼解決 在新月內 馬英雄上飛機 三小小 中華民國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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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現象 你看 年輕就出銷了 你看 年輕出銷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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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他手 沒有很多 年輕出銷 來年輕出銷 那些新聞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告別2012年年 年輕總入歷史 駱駝精神永在 不知道在哪裡 各位 年輕是什麼 就是說 建政的時候 武器 三個 都要他供應 這個部門沒有去 部隊就沒有去 因為我們有把美國政府說 我台灣政府沒有武器 你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不可以武器 而且 中華民國現主席的情況 跟美國國務院所公佈的恐怖分子 條件是一模一樣 美國公佈恐怖分子的條件上 有三個 第一個 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對不對 2015年 10月25號 鮑威爾 中華民國 台灣都不是一個國家 第二 擁有武器 中華民國 利用台灣關係法 去買武器 買很多 叫我台灣人 入籍 中華民國 你 你 說得不好聽 中華民國 你去買武器 我台灣人在立場 做苦工在立場 第三點 在當地 爭兵 這我最愛吃的 我台灣人 讓你占領 就很衰 我就要去 退你做兵 要效忠你中華民國 哪有說 叫 建政失敗的人 去效忠 敵國 那這樣伊拉克 美國跟他建議 那有叫伊拉克的人 說你來做兵 做我美軍 沒有 那他叫你去做兵 他才先跟你用教育 教育說 你台灣人是中國人 你的祖先為中國來 我們祖先為太空來 沒關係 我跟你中國有什麼關係 但是 六十八年的教育以後 有很多台灣人 就想說 我們中國人 看得見 你看英國 跟美國 美國人是大部分 由英國 以民客 對不對 你跟美國人說 你是美國人 也是英國人 你看看 他把你拔下去 就像台灣人不一樣 你台灣就台灣人 對不對 你去美國 拿到綠卡 拿到公民 他後 你就變成美國人 你怎麼又變成 我是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不可能 這大家頭腦 要說清楚 所以美國也很討厭 才會騎中國 他就是變成美國的公民 他也說 他也還會 在唐人街 也要去說 他的中國話 沒有辦法去融入 所以美國也開始要修改法 所以各位 世界上 如果沒有這個國際法 沒有這個萬國公法 世界就不成世界了 今天台灣人 我們所堅持的 就是這條路嘛 我不用拿刀拿刀 我用一支筆 我做要將你的 美國軍事政府的政權 要把你偷偷回來 你記得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不是要向中華民國拿政權 是要向美國軍事政府偷政權 所以我們跟中華民國 不會發生任何衝突 因此 中華民國就不敢對你處分 我現在在說一個事情 我不是我鼓勵喔 你聽我清楚 我不是不鼓勵喔 有很多人的車到歐巴都 我現在去換車牌 自己車USMG 美國軍事政府火罵 把他折下去 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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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這種車現在有幾百來 警察也 一二十次把他折下去 但是我怕你為止 沒有一個人 也沒有一部車子 因為掛那個牌 叫警察來死 知道嗎 很多都會卡到我了 秘書長 我被警察攔死下來 說什麼事情 他說我掛了那個USMG的車牌 我說我跟他說 你不要跟中華民國發生衝突 你還要這樣 我們會贏的東西 要拔一拔輸 那現在怎麼辦 我只有要跟他說 不然我靠秘書長 秘書長常常常也不行 對不對 不然就讓你處理 我說這樣 來 你電話給警察 或是你自己說 請你打給你的長官 可不可以扣我的車子 那就是真的要說 那警察也說 真的卡電話去問 可不可以扣他的車子 不可以扣車 放倒 啊 到現在為止 十幾個 和處罰都沒有 我跟你說 中華民國已經知道了 他也知道 我們會執政 他不要跟你衝突 但是你不要太過分 啊 有人說 喔 秘書長這樣說 我們校正名字要做兵 叫他不要去 我會抓他關 我跟你說 喔 我去水金冬來了 我不會叫 你也叫 整個警察叫他不要去 我跟你說 我們還沒有管轄權之前 他叫台灣當局 台灣authority 他有管轄權啊 雖然 他是代替美國 但是至少 他有管轄權 他可以這樣做啊 所以你這個時候 要喝一點點 現在對你比較壞 名字要記起來 我告訴你喔 你不要讓我執政喔 我執政了 我給你變性喔 我答應說 你可以這樣說 我答應 變性你聽不懂 變性啦 打腳踩啦 來變性給你看一下 你們對我會跟你們說的 我們後來 台灣總共兩種的形態 一種是四形 他母的四形 另外一種叫變性 來 你看不 那個屁股很白耶 喔 我跟你說齁 一次喔 不能打超過五的 超過的四啦 知道在打什麼 沒那麼大肚子在睡耶 要打在睡 睡多久 睡一五個 所以後來 我們的變性 可不可以說 你如果去打二十個變性 一五個打五個 你這四個都在打在睡 你又犯罪給我看看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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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贊成嗎 是你們贊成的 不是我 我們後來用變性 你想看 你犯罪 我們就要請人家照 煮飯給吃 還要起床給我 大 你看到鬼 犯罪你還要起床給我吃 還要起床給我大 還要 不用啦 你喔 反罪喔 腳丟跟腳丟 電子腳丟 你買去 沒關係 但是每個月要來打 打腳踏 變性 這次要打五個 這樣台灣 反罪你如果沒有 覺得很狹狹狹狹 我隨便你 你不想你 你又犯罪給我看看 有你嗎 有 我們台灣政府 一定跟現主席 中華民國的政府不一樣 例如 現在現主席的事物 大家都很討厭 是怎麼討厭 負負 還有一點 檢察官都沒有經驗 二十幾歲 扣到 就去做檢察官 二十幾歲 怎麼做檢察官 美國那裡做 以前做律師 做十年 做十五年 以後 因為他在反義有 紀錄 這個人 律師表現得好 或者不好 一個評審會員 給他看 做著好的 律師 把他生起來做檢察官 檢察官 檢察官要用選舉的 我在選高雄市市長 我不是要選的 我主要是要求200 我就是要求美國 那時候我來 一些政權 我有說在裡面 就是 經過二十年的律師 有一些經驗以後 我們就讓他做法官 應該這樣得到 中華民國亂來 所以 後來我們接政的時候 我有跟那個司法說 我們 臺灣政府會把中華民國 所有的司法官 全部取消 一切同來 好嗎 好 還有一次 是你們說的 不是我說的 真的 現主席 中華民國這些法官 實在是他踏糊塗 很突然 當然 當然 中華民國 現主席的手法 你看最近 比較大的行事 可以說 都做到密密 中華民國都貪官 國民黨 民進黨也貪 做官就要貪 你們 在我們在座國 我們去海 我以前有海 但是我現在也沒有海 我沒有去投票 像我說你們海 你知道 你回一張票 要拿多少 你們蓋一張選票 你要拿多少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如果漏的 做到自己不知道 你蓋一個章給他 那個候選人 就可以得30塊 這你知道嗎 我跟美國說 美國怎麼可能 我告訴你自己去查 蔡英文 600塊 9萬票 30塊 一億八千萬 到來 稍稍 他還要拿來給他 馬英九 好幾個 當然也好幾個 379萬票 他選了 一票30塊 不是只有30塊而已 我們還有200塊 因為 政黨可以拿50塊 50塊 一年 四年 都要200塊 你還要200塊 所以剛才 我們總理 你說那些 做台聯 百幾萬票 一年 可以領五千幾 五千幾萬 只有那幾個人在贏 用得很高興 你選的 你大家選給他 那不是 你選給他 你選給他 好 選給他也沒關係 你選他 選給他 你害死 台灣人的 後代 因為中國民 繼續 維持下去 我們就死得很難 維持線 美國也跟你說 維持線 就是 台灣就很危險 因為維持線 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可以去投票 如果以前 剛才開始 我跟你說 不要去投票 你可能跟阿嬤 但你現在 最過分 叫你不要投票 好嗎 好 好 以前 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 我跟你跟台灣人說 創英文會輸八十萬票 台灣也外線 青蛙人在我們這裡簽 美國跟我說 創英文會輸八十萬 原因就是 創英文 十幾十一 他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美國 回來了 你創英文敢騙 他會輸八十萬票 叫我選保 我真的選保 我真的選保 坦白說 我要選保 也怕怕 我說 欸欸欸 我八十萬 這選議 什麼人會知道 我選保 如果沒有選保 我台灣民政就投票了 因為你綜藝選保 我硬著投票選保 哪個輸哪個 八十萬一億 對不對 你知道我有問 好 我們就不要去投票 不要去投票 好不好 好 不投票請舉手 齁 幾千個都搶手 我說你搶手 你如果搶手 你如果去投票 你的肚子痛 結果 大家都在聽 教授人家也是 所以美國人看我們 看得出出出的 看我們台灣人 這種做法 美國人都覺得好笑 你台灣人是神經錯亂 阿達 當然 當然 你會說 我以前都不知道 你現在也知道 我剛才你問 說 我們贏或輸 你剛才說贏 台北都心裡說輸 那就是怎樣 台灣人 說不清楚 來我問你 1971年 補助下來 1971年 台灣退出聯合 對不對 台灣退出聯合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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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台灣人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是怎麼樣 退出聯合國 是中華民國代表的 集結集 退出聯合國 跟你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我真正說 你報到廟看的 完全是這裡 好來 說1971年上海公報 最愛公報 來的什麼 台灣海峽 兩邊的中國人 都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國政府 美國 Ecognize Ecognize就得知了 聽到 他聽到 美國得知這件事情 再說一次 台灣海峽 兩邊的中國人 都 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 代表合法的中國政府 代表合法的中國政府 美國 Ecognize 聽到 你聽到 你這句話你聽到 你什麼人 我們什麼人 日本人 好 什麼人 台灣人對不對 跟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有關係嗎 沒有 沒有 所以 上海公報 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啊 你怕什麼 美國出賣台灣 人 美國說 我跟你說得很清楚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你就不是 你是台灣人啊 我在出賣你 我什麼時候出賣你 所以1971年 1979年的 中美的 中美的建交公報 1987年的 817公報 都在說這個 817 美國的三個公報 裡面 美國立場從來沒有表明 都在說中國的立場 這樣這樣這樣 你反對什麼 中國說中國有一個反分裂法 大家說 好 那一半還不能再說 反對中國了 台灣跟中國都無關 你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怎麼看著反分裂法 你自己 對號入座 你說台灣人有說沒有 真的有說到不會賣相 你有啦 你來上課 你就很安心 我告訴你 中國絕對你沒辦法 我自己無關 你家的隔壁 怎麼可以管理 可以嗎 不行 不行 不是 你家的桌上 要吃什麼東西 問你家的隔壁 說 我要吃隔壁 不可以嗎 怎麼說呢 跟你家的隔壁 什麼關係 所以中國人 他現在走來台灣說你買東西 大家煩惱啊 蛤蛤 那東西都去買買去了 但是我告訴你 我自從 三個月以前在這裡順暴 現在中國開始買了 他們也是在聽我的教育 因為日本人 剛才那個 日本剛才那個 通貨膨脹以前的 日本人很好去 世界去買 去Kawaii 好讓你一間一間買 去美國 中國大廈買回去 我說 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問美國人說 欸 那你有擔心嗎 那日本人幫你這裡 買買買買買買買 那你買怎樣 人家他笑笑 又喝一口咖啡 跟我說 Roger 你覺得 看到日本人 將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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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耶 現在 他們買去 那些東西 帝國大廈現在誰的 美國的 怎麼說 美國改變政策 改變法令 都收收回來 所以台灣政府後來改變法令 中國所買 都拿回來 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歡迎 你中國人民幣 歡迎你來 買多一點東西 越多越好 買買 後來我告訴你 這段我募修 因為我 我的學校在募修去 我幫你募修 我幫你募修 把他拖拖回來 這樣好嗎 您說 所以我告訴你 政治 和國際局勢 你要自己看得懂 你如果看不到 你的煩惱是 所以有些人說 一個蔡英文 說不動算 得到憂鬱症 我說你是在憂鬱症 蔡英文 如果動算 我們開始得到憂鬱症 我跟你說 民進黨 是叫做中華民國民進黨 你知道嗎 民進黨的黨章第一條 跟他的台灣地位 決議文 你說什麼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民進黨 不是叫做中華民國 不是叫什麼 中華民國 民進黨 跟中國民進黨 有差嗎 中華民國的簡稱 中國 中國 中國國民黨 他就拍文 他就叫中國 你看就知道 這是中國 民進黨去中華民國 民進黨 他去中國 所以 民進黨 大陸去中國做生意 去中國賺錢 你他拐 他說你拐我什麼 我剛才跟你說過 我是中華民國 我是中國 你看你有推嗎 你有推嗎 推的請你拿手 你不敢拿手 你不敢拿手 不敢生人自己推 你不敢生人推 真的就推 真的推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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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 他過去跟我們台灣 國民黨跟民進黨一樣 你知道民進黨怎麼成立的 1985年 美國國會參議會 綜藝院 通過 要求蔣經國 要成立反對黨 美國通過了 為什麼美國有主席通過 因為你是我會接你爹 我叫你這樣就要這樣 你是台灣黨局 你要聽我的 所以 中華民國 迫不得已 在1986年隔一年 讓民進黨成立 成立的時候你想想 他就是成立的 伊産 那我相信以前的伊産是誰的 講妖精的 是他的 在他的所在你開 成立 政黨的台會 他告訴我 基本上在他們家你幫你看 實況轉播他都知道 我怎麼知道 因為有一個雕像叫 叫做台灣 全民公敵調查局 那本 羅北調查局 拿出來買 好 下四名 他出來就買多少 但是 有的人有 我們的總理也有 很清楚的嘛 他就說 所有人在開回來 要給什麼人做中主席 什麼人要做什麼 他們都是了如執掌 所以民進黨 開始 新調流 就是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你雖然是台灣人 我給你二十萬 你要接受嗎 謝湯庭 謝湯庭覺得我很好 以前 就現在我不知道 來昨天也會打招呼 我以前也幫忙很多 他也賺二十萬 那個叫什麼 康英雞 學會在收購 過敏贏贏 那就是時間 二十萬 那時候可以買一棟老闆床 透天的 你要錢 我給你錢 你要錢 我給你錢 我給你錢 我派人去參加 所以每一次 民進黨 如果有新的 過激的孫 新調流 就改變 你都看不見 啊 如果選不住 他就 跳去那邊 欸 什麼人說他一定要住 不讓他做一個 立法委員 不讓他做什麼 他就衰掉 啊 你台灣人不會很傻嗎 所以台灣人 不能再選舉了啦 波羅的海三小國 蘇聯 戰爭的時候 蘇聯 把他基盤總統選舉 波羅的海三小國 的人民差不多 兩百萬人而已 大概團結一抵 不要去選舉 所以投票率不到三成 全社會說 那那那那那 不遵守 不遵守 如果波羅的海三小國 他的民進府 出來辦一個選舉 投票率百分之九十九 現在和蘇聯 也尊重 欸 我承認 他變成一個國家 你台灣人說你要做國家 但是你做的事情 都是一些違反 國際世界上的潮流的事情 做一些狂粹的事情 讓美國人說 你選擇我就看不到 你明明你是 給中華民國贈領 你是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最可能是我們 我們這幾個幹部 四個英國 英國 英國跟嚴力 我們現在收分 高級班也差不多兩千個 要四千個 還有一半 一半是 已經嚇到兩年半了 拜託我不能再嚇到兩年半了 我只要每天去英國 英國會累 英國會累 你為什麼英國會累 每一天回來是十二點多 晚上 美國還要規定說 我不能在外面過夜 好處才會有那個 枯體 所以我如果英國一定最賣 最賣都要坐 一般的枯體都回來 因為美國也 他們會煩惱我的安全 因為美國說 你以後不能入閣 你只有能夠 法國安去退 要讓台灣不可以走入 共產國家的行列 你放心 我們以前受的救援 就是反對共產黨 你不記得 反共康俄 你不記得 你會叫什麼 現在 現在都不一樣 民進黨 大家也叫做會去中國 你不覺得嗎 那是做會中國是上海 是我們在座 有去投票的人害的 你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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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牽著手 你有害自己的牽著手 你有害自己的牽著手 坦白 從寬 再一次 你有害自己的牽著牽著手 你看 好 都會害自己 你的怕怕 所以我們都會害到現在 不能再害了好嗎 不能再去投票好嗎 好的牽著手 你如果去投票百多天 我先跟你說 我是說實在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 魔王名其妙的事情 很多很多 台灣有參加 第一次世界第一次 我們戰敗 戰敗共有一個公學節 很厲害 因為 人們都一樣 人們都不想做戰敗共 明明就戰敗 但是國民黨一個人來說 我們是戰勝國 大家會很高興 從那一天開始 我們的地位都走 走到歪去 來 你的中華民國國節 差不多一開始講的 你中華民國國節 從來 你的中華民國國節怎麼來 我選出就有了 你選出就有了 法源在哪裡 法源在哪裡 1946年1月12號 日本天皇大行是1945年8月15日 1946年1月12日 經過就沒有百年 中華民國 他說 行政明明 節餐 節是過節的節 節餐是參謀的餐 節餐至第03795號 文 他說 從1945年12月25日起 所有的台灣人 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行政明明 就跟你們全部都改過來 美國跟英國出來抗議 三次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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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 好平條約還沒簽 你怎麼知道 台灣這個土地 是你中華美國的 但是 既然就 派人去當天 跟 麥克阿斯說 我們為了管理上的方便 我們暫時 把這些人 都 當作是 中國人來管 欸 你暫時 把我當作中國人管 管 那時候就習慣了 習慣了 大家都 台灣人財事說 我是中國人 你中國人 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各位 不可以 靠自己 你做台灣人 不錯 尤其做台灣政府 裡面台灣人 國家府 後來 我說你聽 我們多好壓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政府 後來 我們的總理有說 十八歲 以上的 十八歲 十八歲 政府不走 上去一棟房子 這樣好不好 好的拍手啊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用問 你錢從哪裡來 好 你開支票 你就這樣很容易中計 黑白給你開支票 你也很開心 好啊好啊 你要問 錢從哪裡來 對不對 要問沒有 你拍手 我才要說 我們的錢 來源很多 第一 我們現在開始不用做兵 不用買武器 怎麼錢沒有 很多錢 還有一點 我們台灣有很豐富的 酒餘的色彩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在哪裡 冠田 不是 南海 太遠了 派遣去那裡 不會有了 我告訴你 在冠田 冠田 土壇 那個 油圓 那個油的那個來源 躺在哪裡 躺去 釣魚台 釣魚台 油圓躺在南海 這條線 這條線 是全世界 比阿拉伯更多 現在 中華美國在這裡開採兩扛 本來是一扛 現在開第二扛 因為 美國說 等一下 這條土壇 不是你中華美國的 台灣政府 可以來開採 你開採 是不行的 那一扛 酒 油 供應了全台灣 的石油供應量 2% 2% 我們真的 你如果開一百扛 不得了 再出口 後半都跟阿拉伯一樣 所以要讓你一棟房子 哪有困難 兩棟 十棟都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那有錢嗎 所以 再來 所有的 台下的學生 他們本來說 中華美國 他打 自學貸款 八十萬的人 所有的自學貸款 總理跟我說 你們要去感謝總理 他說 自學貸款 全部不用還 這樣 可以嗎 要拍手嗎 有人沒有拍 因為我兒子沒有自學貸款 你們兒子沒有自學貸款 我兒子沒有自學貸款 我兒子 今天孫子沒有免費 就要拍手 我所說的 這些都會做到 你不用擔心 但是 你就要台灣人 我這要給你 我們這場一奧 我們會發行 正台幣 正確的正台幣 現在他中華美國發明的是什麼 新台幣 對吧 他以前 日本 在台灣發行的是 台幣 中華民國 來台灣 1949年的 6月15 他自己印新台幣 印1塊的新台幣 只換4萬塊的台幣 有嗎 你不是 你如果說有 聽說 來 這裡有 這裡有證明 你看嗎 我告訴你 我們這場的時候 我們要把中華美國討價 所以我們要發行 正台幣 一塊的正台幣 你中華美國的新台幣 要是40萬人給我們換 這樣好不好 還沒說完 還沒說完 這樣好啊 我後面沒有說 你就不會說好的 我後面沒有說 你有 證明說你是台灣人 台灣政府那場 市民政 你1塊的新台幣 可以換1塊的正台幣 1塊的正台幣 我們會 將來會 對美金1塊錢 你會賺4 我跟你說 但是 但是 你不能 你不可以賺你的朋友 你如果賺你的朋友 你賺你的朋友 你四桶 如果賺你 我幫你槍斃 你不可以 為著 錢 四季 四季就沒有效益 所以 是怎麼說 有的人說 怎麼可以這樣 你如果 你們這些人 那時候 你就可以換 正台幣 1塊換1塊 我們就要用四十萬 來換1塊 這樣一定會暴動 我告訴你 你暴動給我看看 當年中華民國 就用1塊 換4萬塊的時候 就不暴動 我現在用1塊 換40萬 我是合情合理合法 你當時 換1塊的新台幣 換4萬塊去 對不對 我一日和算你裡面 拿著回來而已 我有過分嗎 我們有沒有過分 沒有 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對不對 嗯 有一點良心 不用怕話 我們一定會這樣做 我是怎麼 他如果說奇怪 你去上課的人 就可以生亡 因為這些上課的人 是叫做 革命先行者 就是 結明的事情 你們太先走的 就是大佬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有很少人 我們有很少人 在那裡 大佬做一四人 各位喔 我沒有叫你們做革命先例喔 革命先例就聰明了 我們是只有革命先行者 大先走的嘛 你大先走的 因為 人家說 早起的鳥兒 有蟲吃嘛 啊 他們比較慢起來 就不要吃嘛 啊 就聰明了 你 如果拿中華民國那些人 身份證 我就用中國人給你打斑 有蟲子嗎 有蟲子嗎 有蟲子 你現在說不要拒絲 做你不要拒絲 我告訴你 所以你叫你的朋友 你去上課 你要做外新聞證 他如果不 別給他免許 你只說一句話就好了 十一九 你就知道了 三立新聞 跟他拆訪的時候 有說一句話嗎 因為外面的人說 你是小的 你有看嗎 那三立新聞你有看嗎 明天 我剛才那個 後來的那個 二頂會口 他會放給你們看 我跟他說一句話 小的 兩年一後 你就知道什麼人小 所以在佈祖的頂 是 自由市場也沒有頂 聯合也沒有頂 中國市場也沒有頂 大家都頂 藍綠都在 後來台灣沒有藍綠 台灣只有台灣軍 像台灣人娘 那我說那邊藍綠之分 不然是台灣人 跟中國人人一分而已 至於台灣政府 跟台灣民政府 怎麼區分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兩個都在存在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在建政法 萬國共法 古今山和平的條件之下 比善領地區的老百姓 自己要生在 民間的民事政府 叫做 台灣政府 反應做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的頂頭上司是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今天 還是存在 還存在呢 我過去幾天 我有一個slide 有一個壓扁 我會 放出來給你們看 美國跟台灣中間 軍事政府 有一個辦公室 在國防部 哪一天我會把他拍照回來 這有關台灣政府 其實 這個台灣政府 實際上是叫什麼 台灣總督府 總督府 總督府 是日本天皇要再一個 所以總督府 就是後來 台灣真正的政府 而不是台灣民政府 所以台灣民政府 是美國跟我們說 你們已經運作了 已經三年了 運作得非常好 我們同意讓你們 可以變成台灣政府 我說台灣政府 如果說台灣總督府 一定 勾得更多 勾得更勾的 怎麼會變成日本時代 不是啦 是按照法例來 是台灣總督府的官制 到今天為止 仍然存在 你關於台灣政府 還是台灣總督府 怎麼一樣 怎麼有差 反正 這個像是我們台灣人 自己關自己 蔡經緣在關我們就好了 那天皇是怎樣 那紅家島上的 那個神明牌 嘛 就好了嘛 怎麼沒關係 因為 五金湖和平條的第一條 就把他 稍微把他 限制起來嘛 但是 你有祖先啊 你有祖先 一定要拜公媽嘛 對不對 當然啦 你說我基督教名 基督媽媽也一樣 你的祖先 不會可以掛在旁邊嘛 對不對 如果 不是基督教的 你一定家裡 有姑媽嘛 姑媽 姑媽 一定在那裡 一定在那裡 日本人就在那裡 基督教也是一樣 日本人的相片在那裡 生活水水 放在那裡就好 稍微看就好 這就是我們總理在管 台灣後面就是這樣 但是呢 現在看我們台灣人的教養 教養如果有成功 教養如果越快越好 但是我告訴你 我很累 我們都很累 這幹部大家都 都累到不累 等於走來走去 遠港來遠港去 問題是 看能不能多人 我們一個祖先 我們這邊 我各位差不多一百個 你如果說一百個 要四千個要多久 四十幾 兩禮拜一期 四十幾 還要多幾十年 拜託各位 稍微有良心 叫一些較好的人來 阿熱湯的你叫他不要來 好不好 好 十分前 一個人找十個二十個 好嗎 好 你們都好 你們回答的太過 我會害怕 都不用想 好 一個人要找十個二十個 請你走 十分前 要好 要找五個請你走 沒有要找的騎手 都沒有嘛 各位 當然啦 你要忍耐說 你去外面 香港的困難 跟他說你笑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笑嘛 是他看誰笑嘛 這樣好不好 今天的客人到這裡 謝謝各位 很慘 起立 走 本天啊 吃點心